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1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香港時間 星期四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 香港的謊言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 揭露這個貝沙灣 好了 不是貝沙灣有甚麼秘密要爆 貝沙灣 的樓價 和租金 都明顯地 是越來越站不住 我和大家想揭露的這節是 這個藍煤的創作 真的越來越厲害 他們知道 全世界看著香港 香港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差 無論是經濟還是樓市 都是逐級而下 他們 總編輯 下了這個命令 每一件事 都要 向 好的方向去寫 要唱好 以及說好 香港故事 所以造成了很多 神奇的笑話 這節要跟大家揭露的是貝沙灣 最近的一個 是租盤的成交 居然藍煤現在能夠創作到 在甚麼地步呢 跟你說 租金回報率 高達 10厘 這次發達 看看有甚麼禁信 是不是真有其事 你會發現整個報道 真的荒誕無比 實際上 附帶的 是貝沙灣最近 貝沙灣最近 有很多富豪 不行 跟你說還要變成銀主盤 這個才是事實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 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和大家說一下貝沙灣 貝沙灣 就是一直 叫做萬千聲輝 星光鎚鎚鎚 大量的明星 大量的城中名人 都喜歡 聚居在這個 貝沙灣 包括 就是周潤發 周潤發 用了接近兩億 買了貝沙灣的獨立屋 還有藝人 古天樂 還有 金像影帝 張家輝 還有楊千華 許冠傑 Angela Baby 大量的明星 都覺得要 住在貝沙灣 貝沙灣 才是身份的象徵 我們這一節要揭露的 還有這個 是富豪出事 這個叫做新聞主播 趙海珠 以及他的丈夫 他的 情況 應該相當之惡劣 因為他們住的貝沙灣一旗 已經 成為了 被打靶 的銀主盤 根據早前的報導 根據資料顯示 趙海珠 的這個豪宅 表面上相當之風光 但是到了近日 自從經濟不好 越來越揭露 這些豪宅 是成為銀主盤 還有出現了 叫做一案在案的情況 我們也跟大家揭露過 我們先撇除這些比較出名的人 大家真的可以想想 香港有多少 所謂在那個富貴圈 那裏走走滴滴的人 現在 出現了這些貴價樓 不是說平價樓 拿去 按完再按 再借財 而是說這個豪宅 都被揭露 在五年裏面 足足做了四次按揭 這個是貝沙灣第一期 的第八座 這個是B室的單位 這個B室的單位 就是被一間中資銀行 正式打靶 成為了銀主盤 那個相關的單位 建築面積是1900多呎 實用面積是1552呎 這個叫做B室單位 就是一個無敵海警單位 現在這個單位 據說是 在低層 放售價 銀主盤的放售價 是4600萬 看看附近的成交就恐怖了 原本A室的單位 在附近 在巔峰的時候 是在賣 在2015年 一個39樓的單位 賣9000萬 另一個 是同類型的單位 在2019年 在2019年也是在賣4200萬 這個賣4600萬 根本 是沒有可能 賣得出 根本 跟 附近的單位相比 絕大多數的成交價 還要比這個更加低 那些是不同年份的成交 更加有趣的是 就是藍梅的創作 你算一下 他居然出了一條新聞 跟你說貝沙灣的租盤很好賺 租金回報 高達10厘 為甚麼會計到10厘租金回報出來呢 原來跟你說 這個叫做第一期 八座 的B室單位 他竟然跟你說 在2003年 2003年就是沙士的時候 入市 如果你要計算沙士的時候入市 我相信絕大多數 地方的租金回報 升值回報 都是幾百%計算的 租金沒有那麼多 不過 也可能 會有幾十來 你 貝沙灣 03年 722萬 買的一個這樣的單位 現在說有一個租金盤 租金是6萬多元 你說計算出來 有10厘 好厲害 比中國移動還高 你說香港的新聞 是不是真的有毒了 香港 經濟跟樓市差到不能再差 都可以寫到一篇文章跟你說 租金回報有10厘 你說香港真的想不死也挺難 大把傻子中招 你計算一下 那個單位用722萬計 6萬元的租金 跟你說的租金回報有10厘 你計算一下就知道了 只是說 這個 趙海珠 夫婦的單位 正是計算他現在這一刻 想放售的價 4600萬 你自己計算一下 實際上用6萬元來計算 租金回報率 只剩下1點幾% 還要趙海珠他們的單位 是低層單位 你實際計算一下 租金回報 是遠遠 低過 樓價是很多 居然 這樣也跟你作了單身份出來 跟你說租金回報厲害 是那麼厲害 就不要說那麼多了 快點大量的名人 快點去掃貨啦 原來6萬元 就已經可以住在貝沙灣 跟城中藝人 跟城中命人做鄰居 6萬元租金 其實在香港 有很多 人 是真的可以租得起的 也跟大家揭露過 雖然應該不會這樣做 只是跟你揭露 中學的 主任 或者副校長 他們的人工 已經可能是接近10萬元 真人工 他們 理論上一樣可以住在貝沙灣 那麼瘋狂的價格 是不是真的可以繼續維持下去呢 我們看下去就知道了 租金 明顯地的回報率 是沒有可能 追到上來 利息 利息正在增加 看不到有任何特別原因 忽然之間要倒過來減息 你去買 一個這樣的單位 回報率剩下1.多% 你 到底 為甚麼會頂不順 為甚麼會湧現銀主盤 還要一個單位 在5年按了四次呢 答案就越來越明顯 目前那個放盤只是說趙海豬那個 還要比銀行股價高了足足一成 即是說 現在銀行的股價 那個單位應該是4100萬 其實香港的樓市 去到了 這些叫做豪宅 都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那個警號正式亮起 到現在還是繼續看好 我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幫到你的 各下自己決定 我們這節跟大家 分析到這裏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可以 看來 嗎